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许凯来说呢 压力并不是很大 并且在此之前呢 许凯还曾多次饰演类似角色 拿捏度与熟悉感颇深 再说如今的许凯经过长时间的演技打磨 表演能力提高了不少 已经很擅长去用表情去演戏 尤其是眼睛 能明显感受到情绪的波动 但却很自然毫不夸张和油腻 不得不说啊 许凯那双眼睛实在是太有感染力了 女主闭环呢 则是由袁冰岩出演 是一个小丫鬟 却很向往自由且泼辣 袁冰岩作为当下最火的90后女演员之一呢 她虽然出道多年 但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直到出演了古装仙侠剧《流离中》的《楚旋记忆诀》后 才真正打开了知名度 之后的她呢 在影视方面资源颇为丰富 从而顺利走红 成为90后当红人气小花 众所周知 自从出道以来呢 袁冰岩出演的古装类题材作品比较多 所以啊 该剧对于袁冰岩来说呢 驾熟就轻 并且如今袁冰岩的关注度非常高 不少观众都在期待她能够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期待她在该剧中的精彩表现 该剧除了两位实力主演戏情外呢 导演更有金牌班底助阵 却越是由江叶制作班底倾心打造 所以在这让这方面呢 有所保障 看清这强势阵容 想必该剧必将会再次给我们带来一场视觉盛业感 却越预计于2022年3月中旬开机 让我们共同期待新古装剧的精彩到来 你们期待徐凯和袁冰岩这对高颜值CP吗